明知顾顺章临行前的警告 蔡孟坚和何成俊 为什么还敢如此大胆地拍发电报呢 其实这是因为他们都使用了一种 只有极少数国民党高层才掌握的 电报加密密码 我手中现在拿的 就是当时谍报人员常用的密码本的复制件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的标注十分的复杂 同时在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 有严格的规定 普通机密电报由机要原意 更机密一些的电报由专人意 反属绝密电报 只能由负责的长官亲自翻译 需要借助世间制定好的密码本 更有甚者 还需要特定的汉字参照物 才能进行解议 这些参照物可以是任何一本书 或者任何一份报纸 因此蔡孟坚和何成俊 理所当然地认为 在整个南京党务调查科 除了徐恩曾 没有人知道电报密码如何翻译 即便电报落到了共产党的手中 也绝无泄露的危险